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要把头发剪了 冬天就会很冷 所以慢慢的 女真人就流行了把前面的头发剪掉 然后把后面的头发编起来 而清朝统治中原后 为了体现自己的高贵及威望 就命令汉人也要学着满人编辫子 中原人一直秉承着留发作为父母的孝道 不愿意削发 所以也就有了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的说法 既然垫子这么长 在当时又没有像现在这样理发店这种地方 他们在当时多久才洗一次头呢 对于普通人来说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夏天洗头 毕竟冬天太冷了 而且因为太麻烦 就算洗头也不是经常洗 再加上夏天比较忙 农活比较多 所以也就是一个月洗一次吧 而像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估计这一辈子都不会洗一次头发 毕竟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呢 哪有闲情去洗头发 清朝的赋水严重 百姓们一般都在忙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到底是多久才洗一次头发 这还真不好说 但就是一些贵族子弟了 他们洗头发的次数 肯定比一般的百姓多一点 但也做不到像现在这样 洗头这样频繁 一般在洗澡沐浴的时候 就把头发洗了 不过作为官员 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允许洗头发的 那就是皇室成员中有去世的 比如皇帝 皇后 嫔妃等 这时候是要实行国丧 一般都要等一百多天 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一个月不洗头发 那会是什么样子 甚至好几个月都不洗 先不说干不干净 就是那个味道也肯定是不少了 所以在古代这些习惯还真是让人受不了 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 不管怎样 我们都应该庆幸生在当下的时代 您还知道哪些古代比较奇葩的规定呢 在评论区把您的想法告诉我吧 喜欢我的 记得点击视频下方关注按钮 关注我们 别忘了点赞和转发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